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某某B 今集我们就要来介绍 Craftsman MTR的第九集 就是要介绍 黄大仙站 那我们现在就在乐副站 我们现在立刻出发 很快就来到黄大仙站 今次我就不太懒了 我连这边也 打牌 黄大仙站以黄色为主 这里后面也有 这边也有 这次不懒了 还打了三个 以黄色为主 这种黄色 那 现在就在建全满线的深水堡站 我已经完成了中环站的 那 那 那 就是刚刚说的角度看过的话 这里就是黄条颈 1号月台 就是那边 这边就是黄埔2号月台 去那边 没错 那 这里就是这样 其实跟乐副的设计差不多 都是这样 然后我们上大堂看看 那大堂这里就是这样 其实这里没什么 等一下就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旁边是发生什么事 然后这里下来 这里这样下来 然后我们就出门了 那 如果眼尖的 你们应该会发现 这里有四格楼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 就是黄大仙站 黄泰仙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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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建了两格 对 我也是刚刚才发现 我建了四格楼 不是不是不是 四格楼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这样 我其实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 我知道哪个建了 哦 997起的 他 我记得之前他进了我的伺服器 然后就建了这个东西 记得 都有 超过一两个月 还有这个是上插 剩下那只鸡的围体 然后这边就是这样 就是 就是这样的设计 那 就 真的很快就介绍完 那 我想说就是 其实我想说这些 就是地底 就是地底 就是地底月 就是地底站 加上这些 就是只有一条线 和地底站 这些我真的很无聊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介绍 所以就 络络地介绍吧 因为我看到每段Craftsman的片 正常 就是最新出的那几集 都只有十几观看 对 那 但是我想说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个系列 因为 我很浪费心机去建这一集 是很烦 尤其是打牌 没错了 还有 和洞呢 才是最烦 更久 那些集 就是 大堂这些啊 这些 月台那些位 更烦 对 就是洞 那今集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就记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没错 那就 现时来说 我是查到 有 689订阅的 对 那就 希望快点到七八订阅啦 就是那句 对 多谢各位的支持 对 那就 我们下一集再见 See you guys OK 拜拜 不知一会 无论你会赶到这里 笑 好 好 好